孩子几天没有上学了,给他们做了喜欢的纸杯蛋糕,又香又软。 5个鸡蛋可以做10个,75克旺仔牛奶,一包调好的蛋糕粉,筷子搅匀,再用打蛋器打高5-10分钟,加75克植物油,继续搅匀,倒入纸杯,撒上白芝麻,空气炸锅140度半的小时,松松软软,孩子们都喜欢。 凉面按照我这么做,吃完保证你回来给我点赞,碗中放蒜末,姜末,芝麻,辣椒面,热油激发出香味,再加盐,鸡精,白糖,生抽,陈醋,搅拌放一边备用。 水开煮碱水面,断生马上捞出来过一趟凉水,再加点植物油防沾,放黄瓜,海带,熟豆芽,胡萝卜丝,淋上料汁,凉面的灵魂是红油辣子,喜欢辣可以多加几勺,最后放花生米,香菜,淋一圈香油,抓拌抓拌,你可以出摊了。 孩子喜欢吃玉米烤肠,不用再去外面买了,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,爆汁又弹牙。 30克玉米加30克冰水打成玉米汁,放冷藏备用。 500克猪厚腿肉,肥肉瘦肉分离,放入料理机,腿肉打得越吸越好。 瘦肉去掉筋膜稍微打烂就行了,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。 搅好的瘦肉按屏幕上的配方加调料,量一定要称好,味道才正宗,抓拌均匀。 再分三次倒入玉米汁,一边倒一边沿同一个方向搅上劲,加80克熟玉米粒和肥肉。 再次扎匀腌制一小时,提前半小时清洗长衣,套水龙头清洗两遍,清水加白酒泡一泡。 准备灌肠器,先塞满肉馅,再套长衣,末端打结,肉馅灌到7分满,太紧了容易爆肠。 分成小段,每段扎5-8的口,便出钻吹干表面,中小火蒸50分钟,出锅剪成小段。 放煎锅煎至两面金黄,一口爆制的玉米烤肠就做好了,喜欢您也试试吧。 外面五元一根的脆皮烤肠,自己在家做,爆制又弹牙,而且干净卫生。 500克猪后腿肉清洗干净,厨房只擦干水分。 肥肉去皮,用料理机搅得越细越好。 瘦肉去掉筋膜,稍微搅碎就行,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。 按照字幕上的配料,调一个灵魂酱汁,倒入搅好的瘦肉,扎匀并摔大99-80一下,让它上劲。 再倒入肥肉,蒜末,洋葱和红薯淀粉,扎匀腌制两小时。 提前半小时清洗肠衣,套水龙头清洗两遍,再放白酒泡一泡。 准备灌肠器,塞满肉馅再套肠衣,末端把上截。 肉馅不要灌太满,八分满就好了,不然蒸起来容易爆肠。 分成小段,扎孔排气,上蒸锅,中小火蒸一个小时,蒸好的烤肠下锅煎至两面金黄。 Q弹爆肢的烤肠就做好了,小朋友都喜欢吃。 糯米蛋你吃过吗?比粽子要好吃。 生贤鸭蛋洗净,剪刀敲碎,剪一个小洞,倒出蛋清,流咸蛋黄备用。 糯米提前一碗泡发,放火腿,玉米,豌豆,胡萝卜,干香菇碎,再加盐,鸡精,十三香,生抽,老抽,蚝油,翻拌均匀。 将调好的料装入蛋壳,并用筷子压紧,加少许水,包一层锡纸,放蒸锅,蒸一个小时,好吃的糯米蛋就做好了,你也试试吧。 今天做好吃又好看的水果果冻,学会了,明年买车买房就烤它了。 锅中倒入500克纯牛奶,半碗清水,20克白砂糖,20克白凉粉,边搅拌边烧开,倒入杯中放凉,加别人喜欢吃的水果,放一旁备用,另起锅,倒入500毫升清水,20克白砂糖,20克白凉粉,边搅拌边烧开水,倒入杯中,放凉凝固,好吃又好看的水果果冻就做好了,盖上盖子,冰箱冷藏后就可以出摊了。 上次做糯米蛋,很多小伙伴问我能不能不包锡纸蒸,当然是可以的。 糯米提前一碗泡发,放火腿,豌豆,玉米,胡萝卜,干香菇碎,再加盐,鸡精,十三香,生抽和少许老抽,翻拌均匀备用。 生贤压蛋洗净,家里有敲蛋神器的可以拿出来用,倒出蛋清,流咸蛋黄。 将调好的料装入蛋壳,并用筷子压紧,滤在蒸锅里,每包锡纸蛋壳要加满清水。 蒸半个小时,软糯咸香的糯米蛋就做好了。 对象亲手做的巧克力,又有哪个女生能俱缺呢? 这是上次做好的可可豆。 把它放进保鲜袋里,用擀面杖先压碎一点。 接着再放进盐膜里,继续研磨。 直到慢慢的,颜色开始变身。 这是可可豆里面油脂出来的表现。 放进破壁衣里,继续研磨。 可可豆变得高壮的时候,就可以加入可可油,让可可豆充分的乳化。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,调温。 调温很简单,不要看到头就疼。 先隔水加热到50度。 放入冷水中,降温到26度。 再放到热水里,升温到30度就可以了。 让你们看看这巧克力有多丝滑。 将巧克力刮平放进冰箱冷藏。 纯黑巧,就做好啦。 把巧克力掰碎,或者切碎,都特别的有成就感。 平时可以做个冰箱龙岩。 奶油加热到边缘那小气泡。 加入黑巧,搅拌均匀。 倒进模具里,或者简单做个冰棒脆皮。 都非常的方便,特别的香浓丝滑。 而且吃起来口感和口味都很高级。 自己做的也更放心。 快,做给那一的人吃吧。 莲藕蒸肉饼,每次做这道菜我家小朋友都要多吃一碗饭。 去皮的脆哦,先切片,再切末,倒入嚼好的肉馅,放盐,糖, 胡椒粉,生抽,鸡蛋,淀粉。 沿一个方向搅拌,再像这样摔打九九八十一下,像这样黏黏的就可以了。 碗中铺上黄豆芽,处理好的肉馅两手交替搓成团瓶铺在碗中,放蒸锅水开蒸30分钟。 出锅啦,撒上葱花美味集成。 秋季莲藕醉不仁,多多做给你家孩子吃吧。 我又发现一个超解压的活动,包咕罗。 牛肉六,猪肉四,做成肉馅,稍微加点盐入底味。 一整盒洋葱记得切碎一点。 关键的地方来咯,对象吃不忘的吐司,加入牛奶搅拌搅拌。 炒好的洋葱,拌好的吐司,加点五香粉一起抓进肉馅里。 再打入一个鸡蛋,均匀地分成四份,我平时都会多做一点。 用油纸垫一下放进冰箱冷冻,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切一盐就好了。 切片菠萝和肉饼一起下锅,记得一定要煎到定型再发面。 加入清水,盖上盖子蒙熟。 先用这个肉饼做个汉堡。 芝士片一定要趁热放上去,用余温把它软化。 另一种吃法先做个酱汁。 直接淋在牛肉饼上。 剩下的菠萝也不能浪费,来个菠萝冷泡茶。 这样做出来的汉堡和肉饼真的是贼多汁。 无论是配面包或者直接吃都非常绝。 快,做个恋爱的人吃吧。 很多人喜欢吃干锅土豆片,但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。 首先树上摘的土豆切厚厚的薄片,下锅煎至三面微黄。 五花肉炒出油脂,放葱蒜青红椒,一勺豆瓣酱。 翻炒出红油,再放土豆片,生抽,蚝油,葱段,大火翻炒均匀,最后撒点黑芝麻即可。 我告诉你啊,今天这个酸辣汤的做法不是一般的简单,是特别特别的简单,只需要一碗清水。 两个鸡蛋就能轻松的搞定,鸡蛋里面少加一点水淀粉,这是滑嫩的关键,水开关火。 倒入鸡蛋液,用筷子将它搅散,调味只需倒入这么一小包酸辣汤调料。 这个调料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,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,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酸黄。 香菜,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,是不是很简单,酸辣汤这样做越喝越想喝,快点去做起来吧。 以后想喝酸辣汤了,你就像我这样做,做法简单,你只要会烧开水,就可以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。 首先准备点胡萝卜木耳火腿切成丝,蒸蒸菇切成段,水开倒入所有的食材,再次烧开后倒入一包这种,根据比例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。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,然后淋入一个鸡蛋液,最后放点香菜搅匀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样做的酸辣汤酸爽过瘾,连喝几碗都不够,以后想喝酸辣汤了,你就像我这样做,做法简单,你只要会烧开水,就可以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。 首先准备点胡萝卜木耳火腿切成丝,蒸蒸菇切成段,水开倒入所有的食材,再次烧开后倒入一包这种,根据比例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。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,然后淋入一个鸡蛋液,最后放点香菜搅匀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样做的酸辣汤酸爽过瘾,连喝几碗都不够。 今天周末给我家小朋友做一个酱香肉饼,香酥可口好吃到连渣都不剩。 搅好的肉馅,按屏幕上的调料码一个位,搅拌搅拌,腌制10分钟,锅内热油。 下肉末,迅速划散,炒成这个样子,一张手抓饼,摆好肉馅,从中间划一刀,按这样的顺序叠起来。 四周捏紧,撒上白芝麻,锅内不放油,小火慢煎10分钟。 出锅啦,酱香酥软,把隔壁老王的小孩都馋哭啦。 出锅啦。